我穿的是灰黑色,手拿着这个是牛仔蓝色 两只布料是相同的,亦是软身的牛仔布 它有弹性的,配上了一个特出的明线 因为这个款的裤袋位也是很特别的线条 除了正常的一个袋位cutting之外 去到袋口的位置,这个造工或配搭上是比较丰富的 这个的扭位有点不同,平时的扭位正宗的偏側 它是半橡筋腰,另外还有马素分 这个cutting是比较宽松的,它是直筒水脚 水脚,水桶,水桶型的副款 是每次卡卡的口,水桶型的副款 它的布质也有相当不错的弹性 它的副款是直的,直的水桶副款 少少斜,但都是以直筒为主 直筒阔脚为主 我现在穿的是细马,另外还有中大加大 一部四个马,我现在示范的是细马 后腹是半橡筋腰 腋部有少少线条 你这样打侧体就会看到我经常说的线条 就是去到脊骨,即美容骨末端的部分 你看这些位置都是有斜骨 有少少线条的线条 但这个就不是包腋 接着就去到顶端部分 对了,腋部的高位部分 接着就已经是直下了 就没有包住,然后就下 所以它是有少少线条 但是都是天线条 都没问题的一个副款 整个腋部,大腿,小腿都是阔的 这些位置都是平顺的 拉链是真的 一个比较有趣的袋位cutting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这个斜的线条 也是它今次设计的另外一个卖点位 整个都是有復古感为主 我现在穿着这个是灰黑色 这个是牛仔布色 不是纯黑色 不是纯黑色 有牛仔暗纹的布料 不是纯色扯布料 这个牛仔蓝也是牛仔色 不是纯色布料 它是一个阔的水桶腹脚 cut 我现在就衬了 它有少少钓脚的 我现在就衬了个 衬士鞋 我一会示范衬一个短布款 给大家看看 少少少都没问题的